走進封鎖縣被大火燒毀的鐵皮屋內散落著焦黑的家具 衣服 無主無奈 事情發生的太突然 十二日上午八點在北二高旁鐵皮屋遭到大火吞噬 英哥區消防局接獲附近居民報案前往搶救 初步判定失火原因是電線走火 雖然現場沒有造成傷亡 但包含安美族的屋主及一家六口生計都受影響 當時屋主潘志明與太太小孩一家人都出門上班上課 五人在家索性逃過一劫 屋主潘志明被鄰居通知家裡失火趕緊回家查看 但為時已晚看見自己搭建居住二十多年的屋子 短短一小時內就被大火給燒個面目全非 大約差不多九點多 因為是附近的鄰居打電話來 然後通知說家裡有狀況 然後公司會計小姐通知我過來 回來回家就對了 然後我到家的時候就已經是整家都是 已經正在本燒當中 幫我們重新再整建這房子 要不然我們都沒有地方住 想說能不能靠一些外力來幫忙 屋主潘志明目前與妻子在三峽的資源回收廠工作 靠著微博的收入除了要讓兩個孩子安心的上學 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家園 西美市原民局長汪秋一表示 會盡全力協助災後安置 問題他家裡的生活用品都沒有 這個部分我們立刻協調社會局 還有英格區公所 那這個物資都有區公所可以提供 只要這個這個災戶要什麼 大概都會提供讓他們能夠過 過一個安頓的這個生活 那像我們人民局升級 但是他這個秀商會大概最高十萬塊 大火燒毀家園之後 屋主潘志明將暫時搬到親戚家居住 接著檔里姆 烏流新北市英格採訪報導